大家好 以前咱聊了不少跟打仗有关的话题 在古代你要想让士兵们舍生忘死 上阵杀敌 你就得让他们相信自个儿一定能赢 那就得借助类似于祭祀占卜这类玄学 这绝不是开玩笑的事 古代人是特别信这个 要是打仗前求神求佛这种祭祀搞不明白 最后影响士气 满盘皆输那太正常了 所以这个古代军队的祭祀和占卜 有哪些故事呢 今儿咱就聊聊 古代战前祭祀那些事 这个战前祭祀在咱们中国古代有各种说法 最常见的叫信旗 信兵 这个信就是挑信的信 最早在中文里指的就是用什么呢 把血涂抹在物体上进行祭祀 把这些这个鲜血涂在席杆上 叫做这个信旗 涂在兵旗上呢 叫做信兵 古人相信血有灵性 沾上血的玩意儿啊 会受到神灵的保佑 在战场上呢 就无往不利 当然了 这活物的血呀 人血最好 所以古代大军打仗之前呢 经常会杀个人祭祀 那就是干这 你比如说这个三国演义里 这个赤壁大战之前 周瑜把菜和抓过来 斩于阵前 就是一次典型的祭祀 这么玩的话呀 这个被杀的人就特别惨 除非你能临死之前 让对面的主帅回心转意 春秋战国的时候 楚国有一次攻打吴国 吴国派使者讲和 楚灵王根本不把使者放在眼里 要杀了吴国使者 用他的血呢 去信古 也就是说呢 要用这位使者的血啊 涂在古上 楚灵王都要杀人了 还侮辱吴国使者 说你呀出门之前 不是占卜今儿个吉利吗 没想到啊 给你放个血吧 但是这位吴国使者 是个小机灵鬼 当场啊 就给怼了回去 说没错啊 就是很吉利 两国交战不斩来史 你要是杀了我 吴王肯定跟你死磕 给我报仇 到时候啊 还不是谁杀我 谁倒霉啊 所以啊 这就是吉利 大家都看着呢 楚灵王给弄的是无话可说 只能把这吴国使者放了 这次信古呢 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这个祭祀不用人血啊 也没啥大不了的 用牲口血也行 历朝历代出征仪式 说得杀牛啊 这叫做这个骂祭 这杀牛讲究的是一刀毙命 不然的话呢 太不吉利 非常影响士气 明朝万历末年 萨尔虎之战 明军出征之前杀牛祭祀 没成想出事了 这牛不知道咋回事 折腾半天就是不死 所谓的是三哥而断 屠夫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他杀掉 有人说这就是明朝军队 太拉胯 连个锋利的杀牛刀都找不着 但也可能呢 是这牛生命力特别顽强 无论如何 这骂祭搞得太不顺利了 祭师大典出了这事 所以这个明朝官兵议论纷纷 说此去怕是凶多吉少 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 甚至几路军队主帅发生了争执 后来呢 这支军队果然在战场上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这个祭祀仪式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中国人讲国之大事在似语荣 那就是从这上面能看到这个特别明显 那另外这骂祭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功能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古代是不能吃牛肉的 对吧 你不能吃牛肉 但是你打仗之前 是吧 这个怎么鼓舞士气 你得让士兵饱餐一顿 是吧 那所有肉里营养价值最高的不就牛肉吗 所以圣天子赐牛酒 给你酒 给你牛 这牛干嘛 这牛不是让你吃的 是让你祭祀的 骂祭 你祭完了之后 这牛干嘛 扔了 那不可能 那大家就分了吃了吗 古代人能吃肉 不是主要就吃祭祖的时候 那肉吗 所以这个祭祀呢 也是起这么一个解馋的 这么一个作用也有 当然了 这祭祀呢 不是咱们老祖宗专利 外国军队也玩这一套 古罗马军队出征之前 也组织各种祭祀仪式 一般呢也是杀牲畜 然后取出内脏 观察上头的纹路 以此呢判断吉凶 当然了 这活得专门的祭祀去干 除此之外呢 更直观的办法呢 是找一只鸡 撒一把骨子 让鸡去吃 要是鸡吃完了骨子 那就说明 这次打仗 有神灵保佑 问题呢 在于这个鸡吃神 他完全随机 要是吃不完咋办 迷信的罗马人就会觉得 这样就千万别打仗了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 那有个罗马将军 叫普尔卡 带着舰队作战之前 搞了个鸡吃骨子的占补 结果鸡呢 果然没把骨子给吃完 这个普尔卡一怒之下 把这些鸡都给扔海里了 并且扬言 既然你们不肯吃 就让你们喝个够吧 后来海战当中 普尔卡的舰队全军覆没 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啊 这次失败 肯定跟战前祭祀没搞好 是有关系的 说到底啊 这种祭祀 甭管如何玄之又玄 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激励士气 既然如此 有的将领 就会在这个环节 想折作弊 反正甭管神灵咋想啊 能让我的兵替自个儿卖命 那就怎么着都行 所以呢 军队主帅 有时候亲自装臣弄鬼 有号称受到神灵启示的 比如古罗马 君士坦丁大帝 他在跟对手决战之前 一度犹豫不决 不知道呢 该去祈祷哪位神灵 后来据他自己说 夜空中呢 突然出现了基督教的符号 这符号就他自己看得见 于是呢 君士坦丁号称受到 耶稣基督的天启 并且呢 把基督教的这个符号 秀到了军旗上 然后在第二天的战斗当中 君士坦丁的军队气势如虹 战胜了敌人 君士坦丁这么做 也是深思熟虑 当时基督教在罗马流传非常广 怎么进都进不住 军队大部分士兵 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那既然如此 还不如就坡下驴 用这种所谓的天启 去承认大家的信仰 结果呢 自然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这事之后 基督教逐渐被确立为 罗马的国教 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西方世界 君士坦丁这种 全靠一张嘴去编 万一有士兵不信咋办 所以有人呢 更进一步 想到用道具 证明神灵与我同在 北宋大将狄青 带领士兵去广西平叛 士兵们疲惫不堪 士气非常低落 狄青一看 自然的兵这个怂样 就设了个祭坛 焚香祷告 然后呢 拿出一百枚这个铜钱 说吧 我啊 拿这个钱往天上一洒 落地的时候 如果一百枚都是正面 咱就赢定了 光看概率这件事是属于绝对不可能 所以大家特别紧张 看着狄青撒铜钱 结果撒出去之后 大家伙一瞅 都是正面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一定是天意 士气一下就起来了 打了个大胜仗 后来狄青呢 把这个钱拿给大伙看 原来这个钱啊 两面都是正的 狄青造的假币 这是狄青啊 为了鼓舞士气 特地做的道具 要是真没这种道具和狄青的表演 这平叛之战打成啥样 还真不好说 所以啊 不管中国外国 古代战前的祭祀 都非常重要 一方面呢 因为古代科学不发达 任何将军都必须顺应大家的迷信 更重要的是啊 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 士兵们不少都是抓来的壮丁 他们在战前无法合理的解决 我到底为何而战 在心理建设问题 这个时候说别的都不好使 只能联盟带骗 告诉他们有神灵保佑 先进了战场再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战前祭祀就非常重大的意义了 等到了近代这个民族国家出现 这个军人呢 也越来越职业化 他们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战 不用战前祭祀 也能鼓舞士气 甚至明知战况不利 都能做到死战不退 在这个时候呢 战前祭祀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此一来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仪式 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好啊 关于战前祭祀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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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